现在的时间6月24号早上7点钟 各位涂得朋友早上好 我们看昨天整体市场走出一个穿头破脚的阳线 两市加在一起超过4000家个股市上涨了 并且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120个亿 A股强不强非常的强 是不是 经过一夜的外围市场走势 我们先看一下欧美市场的昨天晚间的表现 道雄斯指数上涨0.64% 纳斯阿克指数上涨1.62% 同时标派指数上涨0.95% 英国德国法国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回到我们的A股市场上 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时间拐点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6月28号 也就是下周二 同时从空间上我们关注一下 3420点附近的目标位 以及在前期我们重点强调过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呢 2863点整体反弹 我们当成是第一根底部 那么好在第二天我们看到 它的最高点已经突破了前个交易的最高点 我们定位是第一次创出新高 然后是第二次创出新高 那么第三天我们看到也是创出新高 第四第五我们看到都没有形成一个创出新高 在这一天创出了第三根K线最高点 我们定位是第四天 那么连续一个到3358点是第几次创出新高呢 第19次 因为往往在费波纳斯数列里面 比如说1321附近是会形成一个重要的拐点 就是连续创出新高13次或者是21次 往往会形成高点 我们再用一下我们内部学员重点使用的 将恩时间与空间预测系统 好我们从2863点我们设为起点 昨天我们设为终点 我们看一下一共是几次创出新高 19次对不对 我们在前期也统计过什么 从3708点我们如果说设为起点 好在2863点的话 我们设为终点一共是几次创出新低呢 我们看一下2122次非常的接近21费波纳斯数列 同样近期整体市场的强势70是什么 有点类似于2440点 我们看一下设为一个起点 好了我们在这个位置 2019年的3月7号设为终点的话 我们看一下一共是几次创出新高 20次创出新高 一定要此一看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什么 从2863点连续到3358点是19次创出新高 那么好我们重点强调 在21附近往往是形成拐点 同时从2440点到这个位置是24创出新高 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来了 2863点连续反弹 我们首先关注的时间节点 刚才我们强调6月28号 如果说出现了21次附近创出新高 也就是突破了3358点 两次创出新高附近 我们要留意一下会不会形成拐点 我再次强调一下 6月28号我们重点看一下 3358这个位置被突破是几次 6月28号极有可能是一个拐点 9月28号枉可 9月28号极可 9月27号极可 úsica